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拍了一条影片就是说今天第一升股股 最高今天升了八成就是2011中国恒泰 这个股票配完股后立即炒上 我是很简单的解释一下原理 这个股票还有其他背景或者有机会在另一条影片 因为今天主要说它为什么会升得那么厉害 好吗 简单一下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认识 首先show video出来的目的也是 比如说我们马后炮 我们基本上是马前炮 兼有先见之明 你看这个6月28日当时已经有同学 其实之前有提过当日问 就是2011配了9千多万股 7毛半 当时就说现在去回0.74 可以入过 然后同学好像21只164翻版 164大家知道 升一日插下去 我的回答就是不是164翻版 亦都说低于批股价ok 批股价就是7毛半 其实之前我已经说这东西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低于批股价ok 就是这日当日就是这样炒下去 就是这样炒下去 低于批股价 这些位置就是ok 我说ok 这日股票之后用了9个交易日 9个交易日 今天最高升了八成 最高升了八成 最高升了一元一毫五千 我现在在录的时候大概是一元一左右 真是很厉害 9个交易日 如果你在最低位这些下去 越低越买的话 基本上就是今天已经赢了八成 原理是为什么呢 这个认人败之后 就是知道 升了之后讲没用 我们升之前可以 9日后就是第一升幅 厉害不厉害 大家去判断厉害不厉害 我自己觉得很厉害 这些东西就是如何 在6月27日交易时段之后 就出了通告批股 用尽一般授权 用尽一般授权去批股 轻微折让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 若果是 批了下去7毫子 差不多 折让 乘了大概7千万 那些公司 你知道现在盈买一家公司要 花很多钱 再加上这家公司 有些receivership的问题 下一条片有机会 技术性慢慢解释 这些股票 其实只是看这个位置 它是由两个八 最高位 一路两个八 是去年7月 一路堆堆堆 堆了下来 过程里面都没有印股票 没有公股 没有配股 什么都没有做 这样堆了下去 散了货 散了货之后 在最近 就是6月27号 我说6月28 6月28 同学问我人物一个 这一天公布配股 配股之前 都很困惑 其实这件事都很困惑 它由大一个半 一个四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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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一路 堆了一半 跌了百分之五十 目的是什么 低调配股 为什么要堆下去配股 很明显 这些股票配股 你会不会要 我就不会要 没有人要 谁去要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样的话 目的等于低价增持 低价去印股票 同一时间 serve两个 purpose 公司多了钱 因为公司需要钱花 大家知道 营免一间商业公司 创纸都一千万 主板一千多万 要维持这间公司几年的营免 你一定要集回差不多 现在集到差不多七千万 可以顶数年 同一时间 赔下去 低价下去股票 那下去股票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出来贴墙子吗 难道出来煲醋吗 当然炒高它 然后沽出街赚钱 就是这样的 这样看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股票在今天 就是这样炒上去 玩法是怎样的 股票实实 上去那段都很小 成交上去 意思是怎样的话 大家明白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都不解释 这些股票上个过程里 我说都会震仓 尤其是玩这些这么厉害 配股前 那天堆下去 你看到配股前一日 很大支 插下去的目的是什么 又是明明不明 不要说那么深 今天在他今次炒上之前 又是 又是 堆下去先 你看到 都是大成交 千多万成交堆下去的 原因是怎样 都是明明 不明都 不会详细解释 总结今天升了上去 最高升了八成 又昨天收市假计 那就是今天大胜伏 至于往后的走势是怎样 那就继续看我的影片 当然如果有兴趣 再认识多些的话 我每个星期一 都有一些免费分享会 两个多钟头 和他深入分析 重要 赛季理念 最重要是不用钱 不听就笨了 记得 有一条链可以报名 好吗 那就继续 记得 未subscribe 记得subscribe 还有记得 like share 还有comment 我这条影片 好吗 不要你的鼓励 我就不会继续出片 好吗 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